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台湾媒体4月3日报道 陈龙当年碍遇吴启力生女轰动一时 却也让他坦诚已婚身份 长期在台面下的太太的黎凤娇因果德福 婚姻关系浮上台面 如今已17岁的骁龙女吴卓林 日前报警抓母 扯出吴启力母女住的房子 是龙子房组明买的 吴启力日前开戒者会 表示没拿过成龙一毛钱 香港名嘴笑若原批成龙是人渣 多数香港网友也不认同成龙 狠批他外遇后不负责任 大人过错不该由小孩承担 当年坚称兄妹情成龙和吴启力1999年2月传外遇 两人一口同声否认坚称是兄妹情 同年10月吴启力经报怀孕四个月 传经主是成龙 他受访说 他吴启力又没说是我对吧 一周后吴启力接受全县大搜查主持人 郑玉林独家庄访 承认怀成龙骨肉 同年11月 成龙卡记者会坎成外 遇并抛出经典京剧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并表示 若小孩是我的 我会负责吴启龙刘诗 终于熬出头了 游喜了 恭喜他们自从吴启龙和刘诗诗结婚后 网友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什么时候生个小四爷了 毕竟吴启龙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刘诗诗初期活动宽松长裙 疑似为了遮住运度 这次吴启龙在微博上高兴地回复粉丝 要生就生一堆 看来他们好事真的来了 大家恭喜他们吧 好期待小四爷长啥样子 赵本山种女儿 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 一个婚礼设和赵本山 有两个女儿 都是掌上明珠 对这两个女儿 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得砸钱的 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 从小就住在驾驶不匪皇宫般的豪宅里 十分奢侈 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 但他都是乘坐赵 本山二也私人飞机出行 不过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 也很能赚钱 做网红直播两小时挣八十八万 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 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 赵玉芳 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 出下十混车队亮瞎吃瓜群众的眼 十余亮黑色林肯组成新型婚车队 庞大豪华的婚车队伍 也一度是交通堵塞 赔价金额就高达三百万 婚礼有五十二桌喜宴 预备洗八桌 每桌有十只宝鱼 高达七千元 GK罗林欲推中国风新作 有意找景田出演女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景田因为有相当多的大荧幕作品 而且总是和大咖合作 经常被网友调侃后台很硬 他近日再次被传出 即将有新的大作即将推出 有消息传出 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GK罗林 GK罗林 为了扩展魔法世界观 于是决定制作一系列名 伪编林式的影集作品 并有意找景田出演女主角 根据GK罗林魔 法世界观百科粉丝团指出 近日有消息称 GK罗林决定制作一系列名 为编年式的影集作品 首部将会是以中国魔法史 为主题的原创影机 魔法世界编年式 中国 Wisiting World Chronicles China 并且有意找来景田出演女主角 还将会到内地实地取景拍摄 网友愚人杰发文 受到超多关注据悉 故事是围绕在景田身上发生 在剧中她将 饰演一个从小在紫禁城内 长大的公女 却发现自己有魔法能力 便逃离皇宫 前往中国魔法学校 而踏上魔法日旅 GK罗林在手访时也透露 故事中的学校背景 设定将会在 安徽省九华山山顶之上 并将取名为 云峰殿术法语武术学校 为了更贴近中华文化 故事当中也将会出现不少奇兽 例如传说中的青龙 猪雀 玄武 白虎 韬铁 九尾狐和七银等等 不少网友在看到该则发文后 纷纷表示非 长期待 也相当兴奋 没想到在看到文莫的消息来源时 才惊觉自己上当了 因为该则消息来源的链接 竟是一张写着麻瓜 看不到这张图片的文字是一图 发文者也在文莫解释 我再次郑重发誓 我绝对不还好意 祝各位云人节快乐 让不少粉丝笑喷赵本山种女儿 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 一个婚礼设和赵本山有两个女儿 都是掌上明珠 对这两个女儿 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得砸钱的 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 从小就住在驾驶 不匪皇宫般的豪宅里 十分奢侈 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 但他都是乘坐赵 本山二也私人飞机出行 不过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 也很能赚钱 做网红直播两小时 挣88万 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 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 赵玉芳 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 出家时混车队亮瞎吃瓜群众的眼 十余亮黑色林肯组成新型混车队 庞大豪华的混车队伍 也一度是交通堵塞 赔价金额就高达300万 婚礼有52桌喜宴 预备席8桌 每桌有10只宝鱼 高达7000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本山与前妻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本山与前妻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本山与前妻